非得早餐 我是坦香楼民国 112年9月19日星期二 星期二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每个月 不管刮风下雨 不管有什么大小事 但是这个单元 一定要接进行 医学新知 医学新知很重要 跟每个人的健康 跟家人的照顾有关 尤其医学新知 在生物科技 基因工程 快速要进的过程当中 这二三十年的时间 医学新知可以说 与时与日俱进 那个变化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许多的观念 许多的技术 药物 那更迭的速度 都超乎寻常的快 你甚至可以讲 过去有几百年 几千年的时间 人类在面对疾病 在面对治疗 的一些的手段 跟方式 概念都差不多 可是这三十年的时间 其实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 那医学新知的单元 长时间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除了要有知识的背景之外 还有很好的论述能力的 是潘怀宗 来在我们现场的老朋友潘怀宗 是 小龙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潘怀宗今天带给大家的 医学新知 是异生菌 阻止坏菌引起的中毒休克 增后群 这个太有点难了 太复杂了 就是说坏坏 异生菌 那当我们基本的理解 就我之所以要补充异生菌 或者你想要去买优落乳 他也会强调 里面有什么菌 然后这个量有多少 好 比如说你买养乐多 他一定会告诉你说 这个管养乐多里面 有多少多少的活菌 几一颗 那个菌种跟菌素的多寡 大概就决定了 这款饮料的价格 好 他告诉你 那为什么要补充 因为吃进去 到了肠味道之后 能够改善你的肠味道的环境 能够让你的好菌变多 坏菌减少 或者跟具体的讲 这变变就变得很顺畅 几乎都是这样子讲 好 这是异生菌的理解 坏菌的理解 可是呢 这跟什么 中毒休克症候群 这个就超乎一般想象 我要来讲一下 就是他这个医学名称呢 叫做中毒休克症候群 那我们先注意 休克这两个字 shock shock的在医学里面解释 就是多重器官 同时衰竭 多重器官 就是不是只有一个 比如说你的心脏器官衰竭 然后你的肾脏器官衰竭 你的肝脏器官衰竭 那不是快死了吗 对 所以很严重 所以一听就知道 所以当你产生休克的时候 这时候就非常危险 那那这就是显然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症状 那什么叫中毒呢 中毒这两个字呢 他这中毒这两个字 当然也不是说你是吃到什么毒药或什么的 他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细菌 所放出来的毒素 让你中毒 所以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人类呢 跟这个细菌打仗已经打很多年了 当然跟病毒也打仗了 那当你被细菌感染的时候呢 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发烧 发烧之后呢 人类的免疫系统开始就会跟他开始打仗 但是这一只细菌 他会放出什么样的毒素 也就是说他 他在身体里面 他会产生新陈代谢 他会生细菌的儿子 细菌的孙子 这时候会排放一些很多的细菌毒素出来 如果这个细菌毒素会造成人类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的话呢 那这种毒素我们叫超级毒素 那如果说他放出来的毒素呢 大概只会让你觉得身体不舒服 过一阵就会好的话呢 或者说你们一系统强能够赢会好的话 那种这种就称作为普通毒素 所以因此呢 一只坏菌 一只坏菌感染让你生病了以后 那我想我相信你也经常有这个细菌感染的现象 从小到大 比如说你吃坏肚子 那吃坏肚子可能就是细菌感染的肠胃道 但是如果是不是很严重的感染 拉拉肚子可能两三天就好了嘛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说 有些细菌搞不好拉拉肚子以后 就变成休克了 那就不得了了 那所以因此呢 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 就是说到底这个细菌放出来的是一个普通的毒素 还是一个超级的毒素 那这个普通毒素呢 英文就叫做conventional antigens antigen一般抗原就是引起你反应的一个东西 就是抗原嘛 这个我相信你组织节目以后慢慢也懂antigen的意思了 那conventional呢 那就是conventional是普通的 那超级毒素呢 我们就叫他叫super antigens 叫超级毒素 所以当一只细菌能够放出超级毒素的时候呢 那他可能引起的症状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有听过川崎病 小孩子的川崎事症 他就是细菌或者病毒所放出来的毒素所造成的 当然还有像什么心红热 这些也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细菌放出来的这些超级毒素 就比较就是这种细菌 就这种细菌他很特别 放出来的东西可以引起你全身性的症状 就是特别特别毒的嘛 就像就像我们在看历史剧的时候呢 有人放一个毒药 你可能昏睡几天就起来了 但有人放一个毒药去 说不定你这个三秒钟就死掉 什么见血风猴 这种毒性不一样 毒性不一样 那当然也有像那种 我刚刚讲到的严重的食物中毒 不是很轻微的 非常严重的 必须要去注意 这些都算是超级毒素 但是其中有一个毒素呢 他可以引起休克 那就叫做这个毒性休克症候群的毒素 对不对 你引起毒性休克症候群的这个毒素 就叫做毒性休克症候群毒素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医学名词要讲清楚很困难 不过大概你已经知道 就是这一支毒素很讨厌 进了身体以后不像其他毒素那么简单 他会造成你休克的现象 那如果你造成休克现象 这下子不得了了 因为依照这个美国的研究 如果你因为细菌毒素产生休克的话 百分之九十八就一定要住院的 那几乎就百分之百了 因为你说休克了还不住院 不可能了嘛 虽然说你送到 就败血症了 你讲的真好 所以你这个医学常识还是很丰富的 所以因此呢 九十八%都要住院 那可能两%留在急诊室观察 那个都很少的啦 大部分都要住院 而且大概有4.1%的人会死亡 就住了院之后他也控制不住 所以因此呢 不容小觑 不容小觑 你说再怎么样抗生素也压不下来 对 就是进了急诊室以后 大部分都要住院 你就知道很严重了 98%嘛 大部分都住院 住了院之后 还有4%多的人会死亡 这表示就是 确实是蛮头痛的一个毒素了 那克雷家就开始研究 这些东西到底是谁搞出来的 到底是哪一支菌 他们去找 找到了呢 比较主要的一支菌呢 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这常见 但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它也还有不同的分支 其中有一支是特别毒的 那他会放出一个毒素叫毒素1 叫做毒性休克症候群毒素1 Toxin1 那这个毒素呢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呢 他呢 只要分泌出来以后呢 就会造成这个休克的症候群 而且他通常感染的位置都在黏膜的位置 像这个肠胃道黏膜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阴道黏膜 还有所谓的皮肤的伤口 如果你皮肤有伤口的话 他也很容易清进去 所以因此呢 如果有皮肤伤口的时候呢 你千万要非常小心 不可以产生感染 我记得当时有一回那个 马英九他很喜欢参加那个什么 高中生的毕业典礼 他们毕业典礼有那种泥巴 到泥巴里面去做大战 还是什么东西 那不知道哪个高中 我不晓得 当时马英九亲口跟我讲 他说 我今年去不了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去 他说医生说 我的腿里面画了一道伤口 就是很小的一道伤口 不大 这就是说有破口 他说他不能够去打那个泥巴大战 怕感染 对怕感染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像这种时候 如果你有破口 你还去泥巴大战的话 说不定感染的 当然你感染的小的 小号的细菌 你就算了 你要是不小心感染到 那莫名其妙 大号的细菌 那就很难讲了 那个命都可能不见掉 所以当时他的那个医生 就跟马英九讲 你今年不能够去参加 高中生的那个泥巴大战 他讲了这句话 我都记忆非常深刻 就是知道说 这些东西 其实是都很不可控 不可控 那除了科学家研究之后 除了像这个特殊的几只 金黄色葡萄酒菌 会产生这个毒素 产生修割症候群之外 那还有像这个A型链球菌 它有些也会分泌 自热外毒素 他们英文叫 翻译成自热外毒素 这种也可以造成像 新红热 或者甚至严重 也可以造成 这个修割症候群 所以他有非常多 细菌都有可能造成 这个所谓的 修割的这个症候群 但是主力还是在 金黄色葡萄酒菌 这是第一个我要说明的 那美国接着又调查 更更接着报告就说呢 那到底这一百个假设 我们讲 举例是一百个 就是百分之百的 就一百个这种被细菌毒素造成 这个修割症候群里面呢 跟女性月经有关的 占百分之五十九 是蛮高的 那跟女性月经无关的 有百分之四十亿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半一半 但是其实应该是六四 六四 所以女性在月经期间呢 所感染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中毒修割症候群 这种毒素的比例是六十百 那曾经有一名 这个二十九岁的模特 当时在世界的新闻 都是还蛮头条的 那么她是 她的名字叫做 Wasser Wasser W-A-S-S-E-R Wasser 这位女的二十九岁的女模特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知名度也非常的高 但是没有想到呢 她在家里面就出现呕吐昏迷不行 然后送大医院急救 大家搞不清楚 然后查了以后高烧不退 心脏衰竭 多重器官衰竭 结果后来呢 总算救回来了 救回来以后呢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个媒体报道的时候 她的右脚膝盖一下 全部锯掉 然后左脚的脚趾头也保不住 所以左脚脚趾头也要锯掉 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严重的这个情况呢 最后查出来了 是确实就是 这个中毒性的羞克症候群 就是她感染的细菌 然后呢 所以女 因为这次让我打 所以女性在旌旗时候的清洁 你讲对了 注意感染 你讲对了 你很棒 那最后还是在查 因为这东西要一直查 科学科学都是一直查的 最后去查 你知道查到什么 你知道吗 查到她的那个卫生棉条 出了问题 卫生棉条 那结果这个卫生棉条 她问题出在哪里 她是说呢 她的那个吸水性太强 因为我们我们很多的这个 卫生棉条不到强调吸水性 你就是就是就是 所以我就在讲这个 她说早期就是想说 因为你想说模特 他是不是要走台啊 那个什么东西的 他们都会用棉条 对 他们基本上 他们就不希望说 用这种卫生棉嘛 对 用棉条 这我想你都很清楚 我不用再解释 然后另外就是 她可能表演的时间过长 她希望那个吸水力要好一点 因为她量大的时候 她否则就很难看啊 对不对 那这么长的时间 一个多礼拜 你说她不工作也不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她这个时候 她就用吸水性很强 就没想到 吸水性想反而造成她 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这个是原来没想到的 所以后来呢 美国当局就立法要求 女性的这个卫生棉条 吸水性不可以太高 你说你都没听过 这个是对不对 你要越高越好 但是不能太高 好 好 这个待会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一个14岁的少女 在英国 叫做史考特福尔伯 这个小女孩才14岁 第一次人 她这一辈子 第一次用卫生棉条 结果五天后就死掉 五天后 那时候全世界头版头条 讲这个事情 就说这个叫做 中毒性修克症候群 与月经有关的 中毒性修克症候群 这占59% 那待会我们可以讲到 与月经无关的 中毒修克症候群 所以这个事情就引起 我的一个重视 那重点是大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以前卫生机关解决 他是从卫生棉条吸水性来解决 这个我们也都同意 还有包括卫教 待会我们可以很快的念完卫教 但是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帮忙 那结果呢 重点就是美国爱华华大学医学院的卫生物专家 他就说 我在卫生棉条上放益生菌 就可以阻止 现在重点是在这 我把重点先讲出来 我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说 我的尝试性的理解 就是说因为 因为卫生棉条是一种的比较侵入性的一种的 一种的就是旌旗的照顾的方式 对 所以在东方妇女啊 亚洲妇女 把台湾妇女用棉条的比例比较低 是对 没错 你这个非常棒 对 亚洲妇女还是因为那侵入是嘛 所以呢 特别是如果你没有性经验的时候啦 还有这个 还有一些的 一些的处女魔啊等等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所以尤其尤其就是说初经的这些女性没有性经验的 那用用卫生棉条的比例是低的 用卫生棉条比较高 但是游泳的时候非用不可 对好那游泳这另外一回事情 但大部分的妇女可能会说那我旌旗的时候我还去游泳 旌旗我就不游泳 有的人还是会游泳 但是有一些哈 比如说你从事的是model 或者你是运动员 那哪里是你来选择的 就是说要比赛的时候你拿到还那个吗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用打针的方式啦 把旌旗呢稍微delay啦 算算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啦 你都知道哦 把用用用用打针注射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旌旗 那model是一种比较特别的行业 因为他要强调他的服装的服贴性 对同时那个服装可能是很贵 又又不能够沾到脏污 对不对对所以呢他们对于这种的就旌旗的保护跟清洁啊 就用如何避免就是说影响到他的穿衣的那个美感 或者是避免的污染到这些呢这些呢穿在身上贵重衣物为主要的考量 他的风险呢就比较高 好那这些的棉条上面呢会有这些的 因为过去我们觉得惊奇对大部分的女性来讲 可能就是你一辈子都要陪陪伴你个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时间的好朋友大姨妈 你比较少顾虑到就是说感觉上寻常反而来的时候就就来走的时候就就就就走 如果没有来你可能就看医生或者要验孕 那那走了之后呢就比较开心轻松一点 除了这种感觉之外你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是存在的感染风险 而且就这么严重 对而且告诉你就是说感染风险最好没有 但大部分可能会说不会没有错大部分可能都不会遇到 但是遇到的时候因为他是侵入式的 所以呢他的感染速度可能是很快而且呢可能是很致命的 这点是潘怀宗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来进网告回头聊 好飞的早餐我是谭生龙来9月19日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医学新知潘怀宗的时间 那今天怀宗的刚前面的那一段的大午今天还是大家要仔细听一下特别是妇女朋友 呃因为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了谈谈旌旗的就月月经期间的 清洁尤其如果你使用棉条不当的话 他不像你想的这么的轻松 所以大部分时候呢我相信妇女都把当作是生命当中的必然 你会经过的过程寻常生活当中每个月都会来找你的大姨妈好朋友 那用卫生棉处理反正呢就是三天五天肚子呢可能会稍微的不舒服 人脾气比较爆炸过了之后就好了反正女性嘛就是要面对 可是你不会意识到就是说他是有感染风险的对那感染风险可能大部分时候可能会会觉得会觉得感染可能是痒啦或者是呢可能是刺痛啦还不只他在告诉你有一些的细菌的感染会要你的命对这就是一个就非常感谢你刚刚讲就说因为每次感染可能都是一些放出一些所谓的这个叫做一般性的毒素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遇到一个他是放出这种超级毒素的话那问题就大了那所以因此后来科学家就开始了解说 像这种这种细菌放出毒素产生这个休克症候群百分之六十都跟女性月经有关系所以他们就要想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当然他们发现了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就认为卫生棉条的吸水性是一个重点原因是呢这个吸水性太强了 会把阴道的那个黏液全部吸干了所以吸干之后呢使得那个黏膜会干燥破裂因为我们黏膜只要一没有水他就比较容易干燥破裂这时候细菌就容易从那个裂口刺进去所以我们的黏膜一般我们的黏膜那些分泌那个黏液都是都是想办法阻止细菌的比如说你的鼻涕你的唾液你的消化液他都是一种保护他都是一种保护甚至包括 阴道的分泌物那个也都是保护所以你把它吸太干以后啊他就容易产生那个防御上的漏洞就很容易侵入所以后来呢美国的当局就要求包括欧洲也一样就是你卫生棉条的吸水性不能太强要鼓励女性去换就是我不会让你说吸很多然后让永远不换这个是不对的他应该让他吸一个合理的范围 然后叫你常常去换这个是健康健康教育要推广对对对所以所以你们懂得就是他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就把这个概念放进去了因为他如果弄一个比如说吸水性很强你放三天不用换的话那不得了所以他就故意要设计一个就是在某一个合理范围内就要换掉这是第一个所以那可是对于对使用者来讲对女性来讲 他只能够主观的去感受啊对不对对所以他现在就是就是这些卫生单位在欧美的卫生单位就规定说最强的那个已经不能生产了那他会生产一种就是所谓的量大跟量少的两种量大的他有一种量少的有一种但是呢这两种呢都不会所谓的太吸水性太强因为太强的那个已经已经干掉了就是不准生产好那对而且他们现在还规定就是说你不论是量大 或量少都要标示的很清楚你你是量大的你就用这个量大量少的不要去用量大的你量少就用量少所以你要适合你自己那个量去选择你是用这个还是用这个要选对因为你如果量少的去选那个量大的吸就会使得阴道变干干燥这就不好了所以因此呢他就说呢现在目前的商品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这也是因为科学研究发现在这一块 是可以想办法降低感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商品的设计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这些卫生单位在规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考量怎么降低他感染的风险这是第一个我要说明的第二个要说明的是呢他当然有很多的胃教我们很快的念完了大家这个希望大家都要知道比如说更换前一定要彻底清洗双手你手没有清洁不能够去换因为你的手是有很多细菌 第二个是绝对不能超过八小时完全不换最好换的时间是四到八小时就是超过四小时不到八小时之间要换掉不管吸水力有多强然后另外就是呢如果你有游泳或泡汤也要立即更换立即哦你只要游泳一上来就要换掉但是当然你就还是要清洗双手什么这其实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麻烦但是你一定要做到 那另外就是不能够去选择那个吸力过强的就跟你的量不对等的那个卫生棉条这我刚刚解释过了这个已经知道第五个是不可以将卫生棉条放在浴室就很多人会放在浴室或厕所潮湿对你怎么这么好最好是放到外头台湾的我就觉得放在跟着箱子更好台湾的浴室就是很容易潮湾本来环境比较潮湿所以台湾人的这种的 湿疹啊干净这种的皮肤病啊的比例就会比较高对所以不干燥浴室更不要对对对所以他卫生棉绝对不可以放在浴室而且你在看的时候你在使用的时候眼睛要看有没有小黑点有小黑点就有默菌啊都不能用了千万不要为了省钱所以这个就是要丢掉那另外当然如果你现在目前正在有感染或者是正有症状因为因到感染有些妇女是还蛮精彩的 如果你现在目前已经有因到感染的不可以再使用这个卫生棉条都不能再使用这些这些这些都很快念完了哈那但是这些东西大家都做了比如说像产品的设计卫生单位也规定了然后呢这些卫教我们也宣导假设你都做了但是呢科学家不满意科学家觉得说如果只是让妇女同胞自己去想骂预防我们科学家都不帮脸忙的 这不够意思所以因此呢这个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就university of Iowa的这个医学院的一个维生物跟免疫学的教授叫斯利佛特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因为这个人是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所谓的中毒休克症候群这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他没有研究别的所以他就在想说如果只是这么被动的去宣导这些东西当然不是说不好 他想要更主动的来解决所以他找到一家很大的公司叫做保洁公司保洁公司英文叫做Protter and Gamble你应该听过这个公司这个蛮大的公司大概就做常常做这些清洁用品卫生用品这种个人卫生用品的很多啊那跟他合作那这个保洁公司一定很愿意啊这个好啊这个他们觉得这个这个跟他们公司的这个产品都很有关系啊就跟他合作了那他们合作他们想怎么做呢就说呢 在这个卫生棉条上面放上益生菌放上益生菌也就说呢再多一个保护就除了商品的吸水性的限制量的标示清楚再加上我们女性使用的时候要有这些卫生观念之外刚刚我都念完就不再念了那但是同样的你还可以买 含益生菌的卫生棉条 嗯那当然他要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要知道说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益生菌在在肠道目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大概最起码都有1000多种 嗯啊更不要讲不知道的那你这1000多种到底是哪一个有效 这个要很准确的东西你不可能去搞了一大堆细菌在上面那不太可能所以呢他们就在找说到底哪一支细菌对他能够有帮助所以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来确定说要放哪支菌最重要 嗯所以他就是做这然后发表在的一个美国维生物学会的官方期刊叫做麦克罗白奥勒级斯北川 我翻译成维生物学谱 所以因此被我看到说哎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他们研究出来的成果放到这个女性的这个卫生产品上面那不是更好吗 他他他放的时候但是现在目前他们的研究是放在卫生棉条上面 但并不表示你不能放在卫生棉上面都可以啊 这个也可以保护啊 他能存活多多久呢 他这种东西的一定是那种干燥的粉末嘛 就是你比如说类似你比如说你在吞这个益生菌胶囊的时候 你不是就是有这种粉末状的 也有胶囊状的 甚至还有定状的嘛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放在那个干燥的卫生棉片上你不去动他 他那个都是活的 因为他们在细菌有个特性就是在不适合他生长环境的时候 他就会休眠 休眠 你只要不要 不要给他高温烘烤或什么那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啦 你就卫生棉拿你好好的不动你只要用的时候他就会 主动的都慢慢的活上来 因为因为你 你一旦有那种血水或者有汗液进去的时候 那个坏菌就会开始长好菌也会开始长啊 那这时候如果有好菌在的时候呢 坏菌就长不起来啊 他会抑制他 所以他的观念是从这里来 好了 当然我们我们我们是男生 我们在在谈女生这些事情了 表现好像很关心 但是并 毕竟不是使用者 对对对 我也是看书而已 所以 所以我们使用者使用起来的那个主观的感受啊 是什么这可能还要更多的对女性的访访他对对对 这个这个我也我也 我也是很好奇 比如说这种 卫生棉条 他是比较侵入式的 对对对 那所以 我过去看到就一些女生的反应就是说 他们只能够主观去感受或者要求自己定 因为每个每个女哪怕是女女性 相同的年纪 他的他的 旌旗的时候的 金血量 那甚至周旗的长短其实每个人都不 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好所以他很难有一个一致的标准说啊你们你们就用就用什么就真的量了可以呢吸吸水量了多少的棉条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每个人在使用这些清洁用品的时候他其实都经过一个很个人化的学习过程 对他可能都是尝试过几种产品之后他确定说啊这个产品最最适合我对对那晚上哪个产品最适合我我知道他是女生的 很独特的个人经验 可是棉条的部分我就想因为你棉条最后你要取出来说是靠那条线 对 那那条线本身他为什么不能够变成是像是一个可以主动感知 他是不是精血量已经已经饱和 已经量已经够了 就是我只要看那个棉条 我就看那条线 我就知道我该不该换 就像小孩子的尿 尿布小孩子尿布都可以啊 尿布现在只要碰到湿了之后呢 他尿了之后呢他就感应 然后能这个这个颜色一变变到什么颜色之后呢 爸妈就是那个尿布已经都湿透了 没错要换了 或者电池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电量电池最痛苦你不知道还有还有没有电 那现在的进步的电池在你表面上你摸一下就知道他大概还有多少的电量 我说那个棉条本身的那条线 棉线应该有这样的功能 让妇女使用起来呢更有安全感更方便 好但是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添加 添起来是个很简单很不错的概念 但是我问个笨问题 不管叫益生菌益生菌是我们叫的啦 我们假定他对人体无害他终究是个是个菌啦 对那 益生菌 如果我放了可能很多妇女也许会有种感觉说啊 没有没有没有菌还好有的菌我放放到我的我的身体的私密部位 会放了之后反而会有会有其他的副作用后遗症会吗 进广告回头之后就去跟盘怀宗聊 阿菲特莫菌的早餐我是谭香龙 今天星期二的时间医学新知的单元盘怀宗的时间盘怀宗今天带来的是 益生菌能够阻止坏菌了所引起的中毒休克症候群 对那他不是只有在妇女的惊奇 对对对对 其实在很多的很多的地方都有可能的坏菌所引发的一些过度的毒素的渗透 对对对对 造成中毒反应 对对对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讲过像这个 中毒休克症候群跟月经相关的是占所有的这中毒休克症候群的59% 就大概60 那但是也有跟月经无关的 这种那我查了一下他感染的原因大部分都像是所谓的外科手术后 那有伤口的情况之下感染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多的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像女性产后流产 或者生产后 感染的也有 总是有伤口了 术后感染了 对对对 所以因此呢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防止这些所谓的 很可恶的这种细菌造成这种 超级毒素所感染的中毒休克症候群 我们人类总是要想出一些办法来 那结果呢这位这个爱华华大学的这个维生物教授呢 他就找到了两只益生菌一只叫做 俗里糖乳酸感菌 那一只叫做四酸乳酸感菌 这两只 感菌呢 他就在一个这个培养皿上面 然后呢 跟这个 会产生 中毒休克症候群的这一只金黄色葡萄酒菌一起培养 来看看说呢 这两只好菌跟 这个 金黄色葡萄酒菌这一只坏菌 一起在培养皿生长的时候呢 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共存共荣 他首先发现很有趣的是 俗里糖乳酸感菌呢 他虽然不能杀死这个金黄色葡萄酒菌就是他 他没有办法杀死他 就两个都在那边 过日子 但是呢他可以阻止他产生 那个中毒休克症候群毒素万的毒素 这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你就放不出那个毒素 或者降低 这也好啊 对不对 意思就是防止你作恶嘛 我杀不死你这坏人但是我防止你作恶 这个不错 这个叫做俗里糖乳酸感菌 但是他如果把四酸乳酸感菌放进去跟这个金黄色葡萄酒菌一起养的时候 这一只厉害 这一只不仅是呢 阻止你产生这个毒素万的这个毒素 同时还可以让这个坏的金黄色葡萄酒菌 这个逐渐死亡 就是可以降低他的数目 不让他生长的那么多 所以看起来来讲的是 四酸乳酸感菌的效果 会比 俗里糖乳酸感菌来得好 来得好 但是呢 两个一起用的时候呢 当然更好 当然更好 因为四酸乳感菌并不能把所有的金黄色葡萄酒菌全部杀光 但是可以抑制他生长 生长速度也会变化 但是呢 两个在一起呢就可以阻止这个毒素万的产生 而且他们还研究就说呢 到底他们这些益生菌是透过什么方式 来来阻止这个金黄色葡萄酒菌放出这个毒素 或者生长的 原因是因为呢 首先他们会放出这个乳酸 这个因为他们两支菌都是乳酸感菌 放出这个乳酸以后呢 这个细菌就不太这个坏菌就不太不太喜欢在这个酸性环境下生长 所以因此事实上也是你比如说像这个女性的阴道的粘膜 目前我们也知道大概是微酸性 也是微酸性 主要是阻止这个坏菌的生长 那第二个他们也发现就是说呢 他们会放出一些像过氧化氢的这种特殊物质呢 可以有点像是那个那个那个子弹一样呢 去打死这个细菌 就放出来去打死这个细菌 所以因此呢 他们发现说呢 这个氏酸乳酸感菌跟 属里糖乳酸感菌这两支呢 对于抑制这个 特别是会昏迷这个 毒素一 中毒休克症候群毒素一的这个金黄色葡萄卷女呢 效果非常的好 那接下去呢 他们就再怎么做呢 就把人类的 阴道粘膜的细胞 因为刚刚是一起在那边培养 没有什么特别 现在是把人类的 阴道粘膜细胞 在这边培养 就得模拟这个阴道环境 然后在跟他一起培养的时候呢 发现呢 这个这个效果也跟 原来的那样的一样的好之外呢 同时呢 可以调节 免疫激素的分泌 因为你要知道是 我们常常讲说 当细菌或病毒感染 如果他这个毒素很强 你会造成免疫风暴 因为我们很多的免疫激素会大量分泌 这时候就造成很多的问题 你这个我想大家 在SARS或者在这个 新冠肺炎有这个应该都 观念都有了 所以你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反应过激 反应过激的话呢造成免疫风暴呢 这也会造成人类的死亡 所以因此呢 他在跟人类 阴道联合细胞培养的时候呢 除了发现在培养敏上面的那些SARS细菌 阻止他分泌毒素的功能之外呢 同时可以调节 人类阴道联合细胞的免疫 的这个分泌物质的这个 这个情况 所以因此呢 整体来讲的 他的结论是认为说呢 这两只益生菌呢 是可以阻止 就是金黄色葡萄菌产生的 中毒性休克症候群 那那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呢 他要跟保洁公司一起开发这个产品 是如何是不是应该 放进这个所谓的这个 卫生棉条 或者说是要放进这个 所谓的这个卫生棉 这后续马上就要做的 另外呢 这位教授呢 这个爱华教授他同时也认为就说呢 其实呢 他不仅仅可以用在 这个所谓 月经相关的感染 他同时也可以 放到非月经相关的感染 比如说他现在认为是说呢 在皮肤上面 因为有很多人在皮肤有伤口的时候呢 也很容易感染这个东西 对对对 那他说呢 是不是呢 也可以开发出所谓的这个 比如说杀布 OK棒 OK棒 当然也可以 杀布 那杀布上面呢 他有这个益生菌 这个不是也是一个方式吗 我们现在其实 我们现在目前 就是像这种医疗的 这个 这种东西 他也有在那个杀布上面是放那个 银的 他就可以怎么样 杀菌 你知道吗 对 所以像这些 这些产品都是大家一直很努力的在做 就最后是看 哪一个比较有效 那另外呢 他还有像这个 比如说 大肠 比如说你在肠胃道 这个比如说是 你本身是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有发炎症状的 或者是说你有这个 大肠这个有结肠发炎的 那是不是也应该可以使用 这个时候 因为你有肠破口了吗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也可以使用这种 这个 他们发发现的这两支菌 来帮忙你 抑制这个所谓的中毒修科症候群 这也是他们想要做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 现在目前想到这两支菌 不仅仅是想要放在跟月经相关的 他同时要放在非月经相关的 而且特别指出 是皮肤 跟所谓的大肠结肠炎 这个部分 来来处理 当重要是 重要是说这些的观念 以及在实验当中所得到的成果 如何能够做商品应用 对 可以实际上面改善了 改善人的这个生活 对 以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 那所发生的潜在的风险 因为大部分的 比如说妇女 我们刚刚讲 不管是你的妇女 或者一般你在敷药敷伤口的时候 你不会意识到就是说 他有没有可能被被感染 我们从小到那些小伤口怎么 那个那个是生活当中你要经历的青春痘也好啦 不小心了摔摔跤破破皮等等 那就敷敷药就就好了 或者或者不敷药呢 隔禁人也好了 你哪里知道之后他有可能被感染 当然绝大部分时候呢 他可能不会 可是一旦感染发生的时候 他速度会非常 非常快 非常快你很快的呢 就是呢可能呢 就是 你的你的伤口附近呢 就发黑了 溃烂了 腐烂 坏 坏 节肢啊 等这些呢 都可能会会发生 甚至更严重 如果你不处理 那就是败血症 休克死亡 好 这些呢 都是你在 在一些呢 在一些 呃 医学方面的 新闻的时候呢 你常见的 一些的 描述的字眼 就是细细症感染 抗生素 败血症 死亡 这都是关键字 好 那这个呢 是呢 给大家做参考的 如果这些的防护的这些材料当中 包括卫生棉 包括 纱布 这些呢 如果能够 添加有效的 这些益生菌 能够呢 大大的减少 使用这些产品 时候 既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但是又能够减少感染 那真是 太棒了 好 感谢呢 今天到我们现场带来医学新知的 潘怀中 那医生菌呢 阻止坏菌引起的中毒休克 症候群 那我相信这个商品呢 应该技术难度呢 比较低 同时呢 也不涉及到医疗的问题 应该很快的 有机会 在市面的产品当中看到 可以留意一下 感谢怀中 来进广告 回头新闻